停 停 停 大少爷 大少爷 又怎么了 哪儿又不舒服了 这个地方不错啊 有没有太阳 风风凉凉的 多舒服 这上边颠了一上午 屁股都颠碎了 我看大家就在这歇会儿吧 吃点喝点 再上一路 大少爷 这 这可使不得呀 怎么使不得 人是铁 饭是钢 怎么天不亮就出来了 这一路才 才歇三回 对吧 您就算是铁人 您也得考虑考虑 大家的身体呀 听我的 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给我铺个席子 在那片空地上 我要睡个午觉 大少爷 你看这前不着村 不是厚不着地儿的 万一碰上土匪 连个元首都没有啊 林苏 您竟在这儿 起人忧天了 一路上不是强盗 就是土匪 哪儿呢 哪儿有土匪 哪儿有土匪 这越老胆子越小 一点 they're going to do 大少爷 前面在的屋里 就有镇子了 咱们到那儿再休息 好吗 走 阿玛 我去看看 长盛 长盛 船长 好好伸你们家放下 别废话了 走 我再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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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小姐 要没什么事的话 你也请回吧 你等等 还有事吗 现在都闹匪了 你怎么也不送送我呀 我这一个人回去多危险 你看我这花容月貌的 让这土匪劫去了 可怎么办呢 你就送送我吧 把门撞开 是 把门撞开 是 把门撞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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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 给我顶住 老爷 我在这儿托出土匪 你赶紧带着夫人和小姐 从后门走吧 天兄怎么还不回来啊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了 这帮土匪胆子也太大了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打劫 我盯住他们 好 盯住了 盯住了 创造天地的主啊 最忠实的仆人跪在您的面前 求您用宝血涂抹我 洗去我身上的罪孽 洗去我丈夫身上的罪孽 洗去全家人身上的罪孽 把他们的老祖宗啊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儿 瞧今天活的 赶紧收拾东西走啊 我这还不是为你好 我用不着你为了我 你就是因为没有敬畏星 才会走到今天 好了 好了 我不跟你吵 我不跟你吵 我可告诉你啊 土匪都上了墙啊 带上宜家赶紧走 宜家 宜家怎么了 宜家一早就出去了 到现在没有回来呢 你是 你是怎么当母亲啊 她肯定要去废区了 我可告诉你啊 废区呢 土匪的必经之路 要出了事 我跟你没完 我怎么知道啊 我的宝贝 你也要知道啊 别别别 别别 你真是知道 你真是知道 我怎么知道啊 出了事你就知道厌我 下去拉到我们 下完 下去了 下去了 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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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下完 温 靠 下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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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洪家的女人也不要抓起来 让他们走吧 杀 杨三杀 杀杀杀杀杀杀什么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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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杀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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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一边去 一边去 告诉兄弟们 这屋里的东西 一劲也不许动 谁敢违抗 剁手 别装了 赶紧走吧 我没装 我脚真的崴了 你不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女人摔倒也不服 太不绅士了 郑嘎哥哥 带我去玩好吗 还能走吗 不能了 上来吧 杨山山 我杀了你 不 老爷 你撤了 你 你 咋弄我来打死你 我说的话忘了吗 屠材不害命 你 你 找人 大哥 等他来了 我 我 你长的眼睛出尖了 你跟我一起走 把这儿到自己家了是吗 好 里边的土匪听着 老子的一百多个人 已经把你们给包围了 十项 赶紧开门出来投降 警长 哪有那么多人哪 快把嘴闭上 干嘛 这个干嘛去呗 谁那么堆 对不起 队长 对不起 我们买完了 一群半头 我两条腿跑的 都比你们俩不出来快 这是我家 顺子 愣着干什么 准备转门 快 快 快 准备转门 撤 撤 撤 看着人了吗 没有 第一个弯 撞进去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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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穷 天穷 阿宝 河队 照顾其他人 是 我家 没事吧 我没事 这到底怎么回事 杨三沙干的 杨三沙 都死了二十多年了吗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啊 快去找一家和你阿嬷 阿嬷 阿嬷 干什么 你们 老师 走 走 干什么 兄弟们 快起来 兄弟们 快 快快 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敢截人 快把人给我放了 小废话 把刀放下 放 放下 放 放下 放下 放下大夫 听我的 把刀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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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把刀放下 货已经拿走了 现在把人给我放了吧 不是 不是拉走货了吗 不是 大少爷 大少爷 我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老子给你拼了 滚 滚 糟 滚 滚 林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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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们有事吗 姑娘长得真美 老大说了 节菜不节色 不让咱不女人去 你见过哪个男的不好色 不管了 扳回去 孝敬老大 你别跑 去哪儿啊 去哪儿 老爷 到了没有 没有 怎么会的 已经出去半个月了 昨天到了省城 今天早上应该到县城了 怎么连影子都没有 有没有派人去接应啊 派了 西车和二魁已经带人出去了 老爷 不知道是不是临时改道了 古义德这小子呀 成事不足 败事有日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派那么重要的事情 给他做 他就给我捅了无策 老爷 你先宽宽心吧 也许真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耽搁了 你放心吧 有我阿爸在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你阿爸是个老好人 从小就惯着他 要是他跟你阿爸他说他累了 你阿爸还可以趴在地下 给他当马骑 这闹鬼 咱们赶紧离开这儿 快点 谁 谁 谁 快出来 不然我开枪了啊 好啊 别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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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 秋文 秋文 你可来了 秋文 你别开枪 哥 秋文 哥 哥 你怎么在这儿啊 秋文 你可来了 你不是去押货了吗 货呢 人呐 林管家呐 别提了你 林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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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们碰上劫匪了 林伯他你 中午的时候 我们正好经过一个 林 林荫道 林叔说他累了 走不动了 要歇一歇 我一想他岁数大了 不比年轻人 我就答应了 正好兄弟们也可以 喝口水 吃点干粮 谁知道林叔 太疲劳了 躺在地上 他就睡着了 我一想 离家也不远了 我就没忍心叫醒他 就在这一会儿 你这大帮土匪就围上来了 我带着弟兄们 浴血奋战 拼死了保护咱们的货物 可是他们人的实在太多了 弟兄们死的死 伤的伤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 我就带着林叔赶紧逃命 你讲的都是实话 当然是实话 我哪敢骗阿爸呀 你要不信 等林叔醒了你 你已经问他呀 林叔伤成那个样子 你以为他还会醒过来吗 你这个孽子 孽子 孽子 你这个孽子 别敢了 你躲开 你以为你阿爸 老糊涂了是吧 林叔在我们家四十年 他那么老实的人 他会在黄山野岭 打营睡觉吗 他在那边睡觉 你带着兄弟浴血火拼 他身上怎么会变得 跟马峰威一样 是我拽着他逃命的时候 他中的枪 你以为你是义和团哪 用黄苗纸烧车会 冲沈喝下去 就刀枪不入了 你真会讲神话 你讲什么神话 而鸡汉 弟兄们今天辛苦了 现在开始 论功行享 好 好 还有 大哥 后边还有 叫你们两个 这是男的呢 大哥不是派我们两个 下山去采购吗 回来的路上啊 顺便携了一批货 大哥 顺子哥 你们看看 你弄你对药台干嘛呀 在什么要开药铺啊 顺子哥 您再看看下边 大爷 整整两特 全都是 这么重要的货物 没有人押韵吗 有 不过都是一群笨蛋 行了 知道了 那是什么 大哥 我们顺便帮您打了点灰心 弄点鲜肉给您解解馋 真是岁月催人老啊 你走的时候还那么小 现在一下子 就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 伯父过奖了 我爸也经常提起您 真的 你曾经说 顾廷嫌他们派人对你们阿祖愧一点 那会不会是他们 风中有所察觉的 因为生意上的竞争 顾廷嫌早就想找机卫把握打坏呀 我就担心哪 万一有什么疏漏的地方被他发现了 引到官府中 那如果是这样 这一万两皇家 可就真的危险了 伯父年纪轻心就继承家爷 把骨架打造成 开平首屈一指的富户 我阿爸对您也是敬佩有加 他太夸奖了 不过 你说是在开平首屈一指的话 那时候还谈不上 这个我知道 废区上的谈价 他才是当年开平的首府 谭家 天有不测风云哪 谭家很惨 大哥 这姑娘可水灵了 兽星见了都懂烦心呀 你就收下吧 送他下水 美女 大哥 美女 你放了我吧 我阿爸会给你们赎金的 我不想留在山上 我阿妈身体不好 我需要照顾他 我求求你 放了我吧 我求求你 谁的主意 我俩的主意 兄弟们给您带回来 当亚代夫人 我可可是警察局的军长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我可可是警察局的军长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送他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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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找到了 我做了 你俩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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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不下 你说这个常盛 刚刚回来 人生地不熟的 这么晚了能跑哪儿去 这不吃东西哪行啊 身体该坏了 我熬了点粥 您喝点粥吧 我不喝了 大妈 您还没休息啊 我说常盛啊 这么晚了跑哪儿去了 刚回来呀 今天不是闹匪吗 我把谷小姐送回家了 我说你胆子真大 人生地不熟的刚回来 你就敢在外面走 大妈 您不用担心 你知道咱们这儿 废话有多苍觉吗 嗨 连个人影都没见着 你说什么呢 等你看到人影 命都没了 你知不知道 来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杨三沙 杨三沙 这杨三沙 为什么不早不晚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义父不是说过 谭家被毁之后 她就消身匿迹了吗 难道她是冲我来的 这个我不好说 但这件事情的确太蹊跷了 但这件事情的确太蹊跷了 您今天去谭家有什么进展吗 没什么特别的 谭廷轩对谭家面文一事 非常的节欢 这也都是谭小姐跟你说的吧 您好像对谭小姐 并没有那么讨厌啊 她这个人做事 虽然有点不可理喻 但是对我倒是真的不设法 不过 她倒是对我将来接近谭廷轩 有很大的利用价值 谁呀 是我 有什么事吗 夫人让我来给大少爷洗脚 少爷呀 已经睡了 夫人 美姑 你怎么不进去啊 你站在门外干什么 大少爷睡了 睡了 那你应该进去伺候大少爷睡觉啊 ia 长盛 长盛 这新婚之夜 把新娘子锁在外面怎么回事啊 开门 夫人 阿比 你在这儿啊 累了一天了 怎么不回房休息啊 夫人 我不累 我想多陪少爷一会儿 你说什么 你陪少爷 这话怎么说的呀 人家小夫妻洞房花烛夜的 你在旁边陪着 算怎么回事啊 不是 夫人 我 我知道美国人开话 当众又搂又报又啃又轻 可是再开话 也不至于人家小夫妻 洞房花烛夜的 你在边上站着吧 美姑 别像个木头庄子一样 在外面傻站着 进来啊 是 夫人 洪秀 夫人 送禀哥到客房休息 禀哥 请吧 来吧 美姑 好好伺候你男人 阿炳啊 你连连也不行啊 成家了吗 回夫人的话 我从小就是孤儿 独自一人 在外面飘当惯了 好男儿志在四方 是对的 但传宗接代 那是大事儿 等安顿县来 我给你物色一个好人家的姑娘 就成家吧 谢夫人的美意 我的事儿啊 您就不用操心了 你把少爷的事儿办妥了 就是我们这些做下人最大的福气 好了 天不早了 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夫人 我来了 夫人稍等 我马上来 来 夫人 你叫我什么 爸 妈 长盛醒了吗 嗯 醒了 那好 你伺候他洗漱 然后你们俩到堂屋吃点东西吧 嗯 怎么了 少爷他出去了 少爷 这样下去也不是事啊 夫人要是知道你昨天晚上在我房间里睡的 肯定会找我麻烦的 躲过一天是一天吧 其实啊 美姑那姑娘看起来也挺不错的 安静烈烈 温柔贤 应该是个难得的好女人 再好 她也是卢长盛的女人 可长盛少爷 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都还不知道呢 难道让美姑这样空整一辈子吗 这样也太不人道了 少爷啊 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复仇 生命中还是有爱的嘛 好 美姑人是好 但如果不是因为爱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们两个人都会在这个游戏当中痛苦 当年义父就是为了救我 才丢了长盛 我不能窃取了她的生活 又来窃取她的女人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都会找回卢长盛 了缺义父的心愿 否则 我会在悔恨当中度日子 少爷 你也不用过分自责了 长盛少爷的事情是个意外 我活着只有两个目的 一 找回卢长盛 尽我最大的可能去补偿她 报答义父对我的重申之恩 二 就是我谈尸灭门案的真凶 我要把我遭受的折磨 让她加倍地崩溃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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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好 你们这招人是吗 招过是招 不过我们招外籍经理 哈喽 汪叔叔 早三 我会说英语 法语和粤语 可以了吗 先生稍等 我先通报老板 等会儿 好的 先生 好的 先生 前人作孽 后人遭殃 你满口仁义道德 你就不怕咬了舌头 妈的 我就不信了 她杨三沙能长得三头六臂吗 阿爸 您放心 她要是敢动我妹妹一根好毛 我 我现在就带人 杀到天鹿山上去 我把她给剁了 你别在这儿 癞蛤蟆骨气冲大队了 就你那几个破人 那几条破枪 你还敢去天鹿山 去了就是送命 我们现在只好等着 等他们提条件 胡管家也在养伤 你一会儿去上柜上 通知他们多准备点现金 一有消息 我们马上去除人 开玩笑啊 爸 我可是堂堂警察局的警长 我妹妹被人绑架了 还要我花钱去输 这消息要是传出去 我以后怎么再开平立足啊 你警长算个屁呀 是面子重要 还是你妹妹的命重要 钱没了可以再挣 面子也可以再挣 你妹妹的命要是没了 你用多少钱能买回来 你用多大的面子才能折住 也不动 你的脑袋好好抢一抢 那也不能就这样任人宰割呀 你着急点个屁用 阿爸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巴黎大酒店 不是 好顽固 您好 巴黎大酒店 总经理 careless你 老板好 安稳 您叫我卢三就可以了 卢先生 请坐 听说你在巴黎找他 对 我是法级华人 父母在巴黎的唐人街上 开了一家中餐馆 别看我这个店啊 叫巴黎大酒店 可我还从来不知道 这巴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巴黎就是个城市 像我们这些 在那儿住的人来说 就是个讨生活的地方 很多游客 才会注意巴黎的风景 那凭你的能力 完全可以找到一个 更好的差事 比如在香港 澳门 甚至旧金山 不是更好吗 其实还有个原因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 可能该找个地方落脚 结婚 成个家 这在别的地方 不是一样可以吗 我走过很多国家 还是觉得东方女人最好 智虎奈劳 一任首礼 忠贞不二 这里有很多的寡妇楼 可以证明这一切 这个理由我喜欢 这样啊 你先歇一歇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先适用一个月 包吃包住 薪水一个月十五块 没问题 是交易 谢谢巴黎 说你呢 看什么看啊 看看怎么了 还敢降嘴啊 我看你是给土匪 踩点忘风的探子吧 小心我抓你来 把你法办了 你才是探子呢 黄警长在不在 你叫他出来 好大的口气啊 我们黄警长是你的跟班 你想让他出来就出来啊 你让他看看这个 一串破了 珠子有什么好看的 你呗 你怎么了 什么事儿得吵啊 胡宝贞 门口来一卖水串啊 快跟我来 胡老板 你回来了 胡老板 胡老板 就围了就围了 还有客人啊 黄老板 也马上就到 黄老板 他女儿被保 他比我更糟心哪 他比我更糟心哪 是啊 胡老板 来 先请坐 好 哎 到底是什么人给你的 啊 一个高个子男的 他说让我拿这个来找你 能换一顿红烧肉吃 去他的红烧肉 这是一条人命啊 人哪 这 长官 我也只是碰碰运气 你不给红烧肉就算了 快站住 我会遇到一条 你不是用吧 一个人的 你快点 还要完成 这都是干啥的 我可以坐在哪里 你去坐在哪里 我出来了 你去坐地了 你去坐在哪里 你去坐到哪里 当好的你会坐在这里 我飞了你 好 有点 你 在哪里 胡乖乡 胡乖乡 少爷 红叉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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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这次真的拜托你 从中斡旋一下 给多少赎金都没问题 只要别耽误 我药房的生产就行啊 你既然能够 来找到胡某 说明你对胡某信任 胡某不胜感激 只是 不找你能找谁呢 咱们开平地界上 这沟通都靠你了 杨三沙 他只信任你啊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当年啊 也是一念之人救了他一命 要不然 这个杨三沙 早就丢到荒郊野外去喂野狗了 胡老板 胡老板 这忙您一定得帮啊 我女儿被杨三沙把架了 当年杨三沙在乡里杀人越祸绑架人 都是你出面周旋啊 让大家破财免责 胡老板 你只要能救出我女儿 我花多少钱我都可以 这个 两位既然找到我 那是看得起我 胡某岂能袖手旁观啊 只是现在啊 这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我这张脸啊 怕是卖不动了 胡老板 只要您出面一定能行 帮不帮是你的情 成不成是我们的命啊 只要你敢出面去帮我们这个忙 我 我们兄弟非常感激 好吧 事到如今 我就舔着这张脸再去试试 但是我丑话说的前头 谋事在我 成事在天 要是办成了 不用谢我 若是办砸了 两位可千万不要责怪胡某啊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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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三杀 杨三杀 来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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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老板 我先回 我先回去 来 黄老板 来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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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 杨三杀秀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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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三叉怎么说 你吃完了吧 吃完了能说了吗 真 真想 孩子 怎么回事 是这样 今儿我偷包子吃的时候 被摊主发现了 他说要把我送关去 这时候来了一个高个子 他帮我付了钱 还请我吃了一顿 肉包子和白米粥 有猪肉白菜馅的 有大葱馅的 特别好吃 我粥足足喝了有两碗呢 我就跟他说呀 等我以后有了钱 我一定双倍还给你 你能不能说点重点 他让我拿着小手链 到您府上来告诉您 今天中午十二点以前 必须准备一千块大洋 到马香龙后山的惠云楼 然后呢 然后您闺女就能回来了呀 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理所了 刚才问你为什么不说 他送我过来的时候告诉我 让我进您家四十分钟以后 才能说出碉楼的事 我得守信用啊 我得守信用啊 他送你过来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啊 凭什么告诉你啊 凭什么告诉你啊 这妃子 老子就应该把你给红烧了 记住 快地 放啊 凭什么 跑啊 还给我啊 还给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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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准备 里边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赶紧把人放了出来投降 否刺 我们对你们不客气了 我们来去看看 那我们来看看 也要什么 人还可以 你们去看看 th nécessaire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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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中计了 吴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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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 二医生怎么了 老爷这怎么了 别提了 中计了 我妹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跟你没完 小姐已经回来了 什么 小姐回来了 爹 大爷 这 这不好事吗 走吧 吴家 阿爸 阿爸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受伤了 我没事 我没事 你 你没事吧 我还好 阿爸 我没事的 阿爸 我扶您去坐下吧 来 坐 爸爸 你们俩跑我家来干什么呀 天雄 不得无礼 这两位是咱们家的恩人 什么 少爷 多归了卢少爷还有禀哥 小姐才能够平安回来呢 二位恩人 二位恩人 少爷 你 前辈 师父对 快起来 晚辈见过黄伯父 晚辈卢长盛见过黄伯父 你 叫什么 卢长盛 卢长盛 好 恕爷爷在上 小女美国自幼失去父女 承蒙阿妈好心收留 自为童养席 本以为抱着公鸡成亲 我将孤老终生 尽情尽力伺候阿妈一辈子 可谁知道 离家二十年的大少爷 竟然回来了 今天 我不求荣华富贵 也不求长命百岁 只求卢爷爷能够成全 让大少爷能够接纳我 美顾愚笨 可我会尽心尽力地 伺候大少爷 讨阿妈 讨大少爷的欢心 但如果 大少爷已经有了义中人 我甘愿让出少奶奶的名分 哪怕是做个小的 书爷爷 请你成全我 好 卢少爷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久等了 阿爸 坐 阿爸 他们回来的第一天 我们就碰见了 当时我正在废墟散步 他和丙哥迷了路 是我给他们指去卢家的方向 谁想到 后来土匪劫了我 竟然是他们救的我 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当初 你父亲是同盟会的义士 遭到了朝廷的追杀 后来你们去了美国 谁能想象得到 二十年后 我们能在这种场合相遇 那真是天意 确实没想到 确实没想到 在美国的时候 我阿爸也曾多次提起过您 说您是谭家的忠仆 惭愧啊 谭老爷对我是恩重如深 我对他是一刻都不能忘怀 这批货物可是实惯重大 千万可掉下去了 红如知道 老爷 你放心吧 交出黄金 饶你全家不负 老爷 处长 处处 是晚辈提到谭家 又让伯父想起谭家惨案的情景了吧 是晚辈提到谭家 我带你去个地方 你也来 来 快点 快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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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鱼 对不起 对不起先生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打你眼睛了 要不这样 我家住附近 你跟我回家吧 我给你拿热水服服 不用 你不用这么紧张 我揉揉就好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真的没事 你看 你这干什么呢 是 好多呀 来 我来帮你扔 不行 不 你看 这得自己扔才灵呢 我不知道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觉着也挺可爱的 对了 姑娘 我又不是坏人 你不用躲着我 我迷路了 这个林子太大 我一时吧 我找不着方向了 请问卢老爷家怎么走啊 你去我家干嘛 你是卢家人 你是谁 我是 我是 我是你们家大少爷的朋友 真的 你家大少爷叫卢昌盛吧 我们是从香港回来的 途中认识他 当时我还帮了他的忙呢 对不起 我们家大少爷现在不在家 那看来今天我 来得不巧了啊 要不这样 你跟我回家 我让人啊 把大少爷找回来 好 我都不ヤ目的 在她走 谭伯父 是自卢长盛 替家父来看的 老爷 红烛无能 没能替谭家报仇血痕 老爷 鲁先生 嗯 嗯 好 大少奶奶 鲁先生 这边 这位是鲁先生 我出个三条 鲁先生 这边请 你二条 妈妈 大少爷有朋友来看您 长盛的朋友啊 那就请进来坐吧 鲁先生 哦 是鲁先生 鲁先生 鲁先生 您站着呀 请进来吧 快进来坐 快请进来坐 请进来坐 来 收了吧 鲁夫人好 您好 您是我们长盛的朋友 好 上场啊 嗯 鲁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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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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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好 您好 您好 我 谢谢 黄国父 请留步 卢少爷 认识家门的 一号啊 常来 天忠啊 你过来 卢少爷初到赤坎 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以后啊 你带他出去转一转 介绍乡亲们跟他认识一下 以后你们两个呀 要多交流 相互帮助 卢少爷一看 就是个青年才俊 黄国父 你过奖了 天雄兄 再去先行谢过来 天雄兄 老师 老师 告辞 这个黄宏儒 把谭家几十个死难者 灵魏摆放在自己家的 看起来对先主是情真义切 是个难得的忠仆 那古廷轩每年清明节 还为阿爸招魂呢 如果每个人看起来 都是那么忠厚善良的话 那我谭家是怎么被命门的 古廷轩我说不好 但是黄宏儒刚才在灵堂的表现 言语之间勤震意气 我怎么也无法把他和一个杀人恶魔联系到一起 义父说过 杨三沙只是一杆枪 偷动扳机的另有机 黄宏儒跟古廷轩比起来 他的嫌疑更大 黄宏儒是谭家的管家 多年来忠心耿耿 他好像没有什么理由要背叛自己先主 而犯下如此的滔天罪行 我们的证据呢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义父吃点东西吧 怎么了义父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 他居然还活着 谁啊 黄红如霍 黄伯伯 不 那真是太好了 只要我回去又动了一个帮手 等我回到赤海我就去找他 不 你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还活在人世 为什么 我想 也许他才是真正的梦后主我 义父 您为什么这么说 您有什么证据啊 怎么办 他还活着呢 这就是正确 他活着呢 就是正确 他活着呢 就是正确 陆伯伯 请留步吧 欢迎您随时过来 好 那我走了 好 那我走了 好 陆先生 少奶奶 你先下去吧 陆先生 是这样的 我听阿妈说 我们家少爷从小就爱吃爱饺 中午我做了一些 这个是给您的 是用野生艾腾做的 甜而哺泥挺好吃的 您也尝尝吧 谢谢 少奶奶 我总是觉得我们俩特别有缘 我一看到你就特别喜欢 我赢了 你赢了 我也赢了 我赢了 我也赢了 我以为你赢了 和爸爸比比哥 来 你比 看看 看看 你比我高了是不是 来 把爸爸抱起来了 父亲 当初呢 为什么要把我扔一下 为什么 胡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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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姐她确实回来了 那古老板的货呢 这个倒没有听说 应该是还没有消息 知道了 你下去吧 好的 这个杨三上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呢 我倒要弄个明白 好 算不算 有点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知道了 能躲过一天是一天吧 你不说 我不说 美国不说 谁能知道 其实我觉得美国那姑娘挺不错的 通情达理的 不行的话 你就从了她吧 你怎么抽呢 正因为她是个烤姑娘 我才不想害了她 睡吧睡吧 谁想我走了 吓我一跳呢 干什么呢 少爷每天晚上都在丙哥屋里睡的 你是说少爷和少奶奶 一二个救命园房 是啊 我刚去看了美副姐 一个人趴在床上哭呢 这种事啊 咱们做下人啊 没法管 你夫人出面管管 可要是美副姐死撑着不说 夫人怎么知道呢 夫人要是不知道怎么管啊 少奶奶之所以不说 是怕落个不嫌之名 怕少爷以后啊 更加地嫌弃她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那怎么办啊 就要美副姐一个人设备去啊 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呢 哎 我有办法 着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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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夫人 大事不好了 外面好像着火了 哪儿着火了 我也不知道哪里着火了 天天外面喊 就赶紧来找您了 哎呀 赶紧走吧 快 着火啦 着火啦 再大快出来呀 着火啦 出现了 着火啦 在哪里着火啦 哪儿着火啦 怎么了 好大的胆子 你们两个 竟然敢串通仪器来欺骗我 那不是今天贼人纵火 我还一直被你们蒙在鼓里 说说看 你们两个还想欺骗我 到什么时候 没人的水 没人的水 没有人的水